韩孝洲近日以MOVING艺能获得大中奖 节目部门最佳女演员演技背首肯定 然而她在红毯上身穿的礼服却引起网友批评 姐姐韩孝洲身穿一件白色礼服 但礼服和深度似乎很差 导致身材偏瘦的她看起来有些显胖 而礼服上的银色线条也让网友直呼根本是鱼领礼服 另外还有网友挖出前阵子韩孝洲出席电影记者会师 她身穿全身黑套装亮相 但由于刘海刚好盖到眼睛位置 整个人看起来很无声 接连的失败造型专用不少网友批评表示 装法一直很糟,拜托换造型师吧 现在的风格实在是太糟糕了 能这样毁掉韩孝洲也是另一种实力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